每次我们在投票的时候 我们看到不光光是你要投总统 你要投各个的候选人 其实还会有一些公投法案要让我们投 那这些公投法案其实对我们的生活 影响是巨大的 而且是一旦通过了之后就非常难以推翻 而且很多这些公投法案里面 还涉及到要改州的宪法 所以我们今天就拿我们这一次要投票 那当然是包括2024年3月份的初选 还有11月份的大选 一共总结起来的这些公投法案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些法案 然后来说说我们是如何去判断 一个法案是要投yes还是要投no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加州初选会出现的法案 那这个就是你即将要拿到手的这个选票 就是这个我们在2024年年初的这次选举当中 这次呢只有一个法案需要大家投票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法案到底在讲什么 这个法案呢出现在选票上面 它名字会叫做Prop 1 Proposition 1 那它这样一个Prop 1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两个法案 就两个法案里面一个拿来一部分捏下来的 好那一个法案呢就是AB531 这个AB531叫什么 叫2023年行为健康基础设施债券法案 好笑不好笑啊 你说这一个名里面它到底设计了多少事 就是行为健康基础设施和债券 行为健康是什么意思 可能我觉得可能说就是吸毒吧 OK OK 好 那除了这个法案呢 还有另外一个法案跟他捏在一起啊 就是SB326叫做行为健康服务法 如果你把这个行为健康跟吸毒联络在一起的话 你大概这个光从名字听起来好像就更明白一点 说他大概到底在讲什么哈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这个法案哈 他具体要做的是什么呢 他说这个如果人民啊投票通过 那就即将授权政府 政府发行63.8亿的美元债券 干嘛呢 为了那些有心理健康问题 还有吸毒问题的人啊 给他们建造心理健康治疗设施 然后呢 还会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 所以呢 其实这个法案就是讲起来非常简单了 就是说如果呢 你投赞成 那当然这里面不光是涉及到我们刚才讲什么 给homeless什么住房的 就还有一些小的乱七八糟 反正他们大概就有一个大大会的概念 就什么玩意全都往这一个法案里塞 他告诉说你投吧 你一投 这一股脑子里头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部通过了 那如果说一投这个赞成支持 我们就来说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投票同意的话 那你就是同意 说政府发行63.8亿 加州政府还还说的不是美国 就是只是一个州啊 就是加州政府发行63.8亿美元的债券 然后呢 干嘛呢 给流浪汉住房子 然后呢 他又说了说这个60多亿啊 其中有44亿要用给什么精神保健 我估计就LGBQ那些人吧 然后还有什么那些吸毒的 然后那个酒精上瘾的那些人 然后剩下20亿是给那些 无家可归的homeless 给他们盖房子住 那这个你同意不 你不同意 你就得投反对票 对吧 那反对票就说啥呢 就说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你搞出什么63.8亿美元 我就是不同意就再见 对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意思 简单说就是花一堆钱 然后是 不是一堆 在那个说仔细 63.8亿美元 你同意不同意花这个钱 给流浪汉盖房子 给吸毒者让他们去吸毒 就你同意不同意 同意就投yes 不同意就投no 他债券的意思就是 要美国的人民去买的意思吧 照道理讲是这个样子 就负债吧 对 就是美国人可以买到 美国的债券 那这个债券是加州的债券 还是美国的债券 肯定是加州的吧 所以是加州发行的债券 简单说他们就是要 加州政府发行一个债券 然后要加州的人民去买单 然后呢 让加州的人民去支付这 63.8亿美元 的这个债 对 我们要非常大方 拿出这63.8亿美元 给没有房子住的 不是 很多人都没有房子呀 对 所以像这样一个提案的话 其实是比较容易分辨了 就是大家一看就会想说 我不要政府这样乱花我的钱嘛 就是我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应该是 大家比较容易分辨吧 就是说政府只要说什么 收税呀 然后说管你要钱呢 这种事就是一概都不同意 不同意 因为加州政府 现在是史上最有钱的时候 就他从来没收过这么多的税 然后他也从来没有 这么乱花过钱 他钱越多 乱花的越多 对 乱花的越多 然后他欠的债就越多 他胆就越来越大 他就发现说 哇 这些人全盘接受 我花多少钱 他们都没什么意见 有意见 大概也是嘴上说一说 所以这次咱们拿出点实际行众 要钱的事 这种什么加税的事 一概不可以通过 也不要同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